12月4日,港独组织头目陈浩天涉嫌2019年7月在上水游行中参与暴动及袭警的案件 第二次在香港坟领裁判法院提堂 陈浩天继续被控非法集结及袭警两项罪名 裁判官批准他的申请,将案件压后至2020年1月29日再训,但拒绝取消其宵禁令 法庭上,控方称已准备好旧本案答辩 陈浩天代表律师提出押后案件,以研究控方文件及提供法律意见 陈浩天向法院申请取消消禁令,但在控方反对下,裁判官拒绝其申请 陈浩天继续以1万港元保释,并需遵守每日凌晨零时至早上6时的消禁令 以及每周一次向沙田马鞍山警署报到 据了解,现年29岁暴称无业的陈浩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 曾是已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的港独组织《香港民族党》的前召集人 2019年7月13日,陈浩天涉嫌在上水新运路和智昌路交界 连同其他身份不明人士参与所谓光复上水的非法集结活动 以及袭击4名警务人员长达20分钟 同时袭击警署警长陈国生 陈浩天也涉嫌另一宗藏有攻击性武器及无牌管有爆炸品案件 香港警方8月1日发现沙田火炭 一个房间藏有制造汽油弹原材料和钢珠 而陈浩天身处现场 他当时被警方拘捕两天后获释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